法国的黄背心在2月9号这个星期六进行了他们的第13场游行 根据官方的数据 巴黎的4000名黄背心在游行过后 留下了很多个被砸掉的银行的提款机 以及数十辆被焚毁的汽车 其中大部分的汽车都是豪车 但是也有一辆是警车 国民议会的议长家中在2月8号也就是这次黄背心游行的前夜 也遭到了人为的纵火 那么本次巴黎黄背心游行的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时刻 要鼠游行人群行进到国民议会大楼的门前那一刻 一名30来岁的叫做塞巴斯蒂安的男子 特意从巴黎的西北郊家中赶往市中心参与游行 但是很不幸他在这里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当时国民议会的大门前弥漫着烟雾弹刺鼻的气味 而塞巴斯蒂安他发现自己的脚边滚来了一个从警察手里投掷过来的物品 他试图用手去接触这个物品 但是随即发生爆炸 烟雾散去之后人们才发现塞巴斯蒂安的右手 已经被炸断了 他用左手拎着被炸掉的右手不知所措 于是人们紧急地把他送往随行的医护人员面前进行短暂的爆炸 随后塞巴斯蒂安的父亲表示 他的儿子已经很不幸地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手 不可能再接回哥哥上面 一名目击者随后表示 塞巴斯蒂安只是担心自己的腿部受伤 于是想用手去把他拨走 但不幸途中发生了爆炸 那么炸掉了塞巴斯蒂安的右手的这个物品 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官方名字叫做GLI-F4 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催泪瓦斯 但是其中包含25克的TNT炸药 法国从2011年开始允许防暴武警 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强力执法时使用这种物品 但是法国也是截至目前欧盟当中 唯一一个允许使用该物品的国家 因为它可能会致残 那么法国的防暴武警当时 为什么会对游行的人群使用这种物品呢 根据内政部的说法 当时有一群警察在国民议会的门前被一些非常具有攻击性的黄碑心团团围住 为了尽快脱身 他们不得已向他们投掷了这种物品 但是不想到会有人去用手试图接触它 随后发生爆炸 警方还认为塞巴斯蒂安明显是混淆了那些普通的催泪弹 和这个可能会致残的催泪瓦斯 法国的执政党在今天放出消息说可能重新出台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解决环境问题的碳税 而这个碳税的上涨呢 正是去年黄碑心开始上街游行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之一 同样在今天新出台的一份民意报告显示 法国有40%的民众认为 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响应政府号召 选用更加环保的出行方式而放弃每个人的汽车的 好了 本次有关黄碑心的游行的决心消息 我们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们希望和大家进行更多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底下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下期节目的筹备当中 选取一些比较关注度高的话题 来跟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我是妮娜 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